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最有才智的人 从前啊,在印度的一个乡村里有两个读书人 一个叫辛格,一个叫查克 他们俩自以为身份高贵,又读过几千本书 自认为是最有才智的人 他们不愿再与愚蠢的庄稼人生活在一起 就决定离开自己的村庄,要到高贵的人们居住的城市去 黎明时,他们离开家门,走到中午,他们遇见了一个农民 查克对农民说 听着,在你面前的是两个最有才智的人 我们特别遵循你带领我们翻过山去 农民同意了,他俩便跟着农民登山 当他们爬到山顶时,农民忽然站住了 他低声说 先什么,我们走另一条路吧 前面有一只狮子在树林里睡觉 走过去可危险啊 查克对农民说 让你看看我们的柴子吧 我们马上就可以让僵屎的狮子复活 农民惊叫起来 要知道,这石头活狮子是要吃人的 两个最有才智的人愤怒了 难道要我们听你这个不学无术的人胡言乱语吗 农民一听,立刻慌忙爬上树去 从树上看着两个家伙使什么花招 果然,查克和辛格用树枝去捣捣狮子 把狮子弄醒了 狮子睁开眼睛吼叫着 向着两个最有才智的人扑去 把他们撕成了碎块 而无知的农民等到狮子去喝水的时候 赶忙从树上爬下来逃回家去了